今天来压一个华为Mate的酒婆罗 看一下这个是OCA定位 首先把这个胶 正面朝上 就是这个凸的一面 这里会凸的,凸的一面的话朝上面 那么现在看一下四周的均匀 然后这个是Mate的酒 玻璃定位 把盖板放在这个玻璃定位里面 双手挤压 双手挤压 看一下有没有灰尘 没有灰尘就好像 把压力 要是0.5 胸部也就是 对 我们这些许多浓潇 然后在这个水上 上游泡 这些水 有没有灰尘 等下游泡 下游泡 进入吸水 滚尖 有没有灰尘 有没有灰尽 水 有没有灰尘 这些游泡 好,等到真空表跳成零的时候 好,我们来看一下 看下效果 这个泡是很小的 好,现在要把压好的盖板放一边 现在拿到这个液晶定位 液晶定位 那么把这个液晶放一边 如果这个位置的话一定要放好 两边一定要均匀 如果压出来的话它会黑边不均匀 这张东西可以清理掉 好,这个位置卡好以后 按压一下,让屏幕放在这个黑椒上面 那现在可以看到它上面很多灰尘 所以需要说这一瓶的话是833 找一块干净的布 放入少量的,马上下来 擦拭一遍 其中一个蛋糕 切纸 酱麦 切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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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茶室完以后我确定没有浴沉点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这是刚才贴好的盖塔 这个是没有除过胶的 像这种泡小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进行贴 还是一样的放进这个玻璃定位挤压一下 到上面还有很多小绿层啊 把这个胶慢慢的往外撕了 撕开 把模具放在这个机器里面 再压力先调成0 再早前0.4 0.4 我们看一下贴的时间是上班 那我这整个数据都在这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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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真空表跳水铃了,我们把东西拿出来 现在看一下贴耳效果 可以看到的话现在也是很好的,贴耳效果是很好的 这里有一点点小小的泡 先看一下这个是刚才做好泡的效果 看一下效果